歡迎來到不良大叔 沒有成為自己想要的大人 今天是不良大叔第15集 然後 要不要先跟大家講 我們是陸播 好 各位不好意思 因為我禮拜天要出發 日本的 慰國爭光 慶應大學 還有九州大學 請我去演講 所以我禮拜天要出 出國一個禮拜 所以禮拜一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現在三個臭男人 又在禮拜五的晚上 本來是想說要不要給他 開天窗一次 暫停一次 不行啦 我就沒有責任 我們就要重粉 重粉 然後人家大家 有那麼多什麼算數學的 要靠這個對不對 什麼設計師也要靠這個 我們最主要是 擔心他數學成績變差了 對啊 所以 我們重粉一個都不能少 所以現在禮拜五晚上 十點半 然後我們在這邊錄影 對 你看我們 多麼的敬業對不對 最主要是 吃飯吃到了十點十五 本來九點半要錄的 我就問 誰那麼高的 是誰那麼高的 講到現在的 對 但是我覺得 錄播有個好處啦 什麼好處 我們可以在下面互動嗎 還是你在日本 你在日本要給我互動 我上次在尼泊 我也不知道 因為你晚上我不知道 他們會安排什麼 九點半是能安排到哪裡去 好像有一個 我要一個 還有一個會邀案 靠 手機啊 對不起 我去關一下手機 好real 各位以後錄製節目之前 請把手機關到飛航模式 以免對其他人造成干擾 沒錯 而且搞得好像很忙的樣子 對啊 我們兩個就不忙嗎 我真的不忙 為什麼十點多 還有人打電話給你 我就問 而且他剛才講話說 輕聲細語 對 他說啊 我怕 手機就關飛航模式 就盼笑 美國現在是 美國這個時間是怎樣 可以開始了嗎 開始了 對不起 這應該是會剪掉吧 還是你不剪 不想剪 不想剪 就讓大家看到你不敬業的一面 不是 錄影的時候 還在那邊有線的話 誰創傻 這個會剪 剪成短影 就是讓大家知道 以後是錄影 手機就關飛航模式 然後那個 對 對 所以是錄播啦 所以 我們希望 我們可以跟觀眾互動 我剛剛那份資料 放在那裡 你有幹嘛 我這樣啦 這會剪 你 你 也是剪短影 也是剪短影 好 那個 因為上次 我們 一直敲碗嘛 上上集 13集說要來講詐騙 對 然後 我們後來又詐騙了 別人又沒有講到 上一次 好像剩6分鐘 我們才開始講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一集就來好好講詐騙 因為我覺得詐騙算是現在蠻 我覺得真的是蠻嚴重的社會議題 全世界都嚴重 全世界都是 這是完全世界的主流運動 對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概念 就是因為現在社群網路發達 然後就是 就是有點 現在社群就是我可以對你 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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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就開始產生很多連結的時候 中間就很多縫隙 就是傳說中的人與人的連結 好 也可以這麼說 你這個感覺有點老 對 不好笑 好 所以 然後 因為上次說要講嘛 然後你知道嗎 我現在為什麼要拿這一份呢 我真的覺得詐騙實在太厲害了 就是 我後來研究了很多 然後再蒐集我自己身邊的資料 所以現在算是詐騙專家就對了 詐騙專家 怪怪的吧 對詐騙很瞭解的人就叫詐騙專家 不是 是反詐專家 沒有到專家 對不起 我不應該講專家 就是說 我覺得可以先聊聊幾個面向 因為詐騙其實還蠻多的 然後 我後來歸咎了大概有兩個大路徑 一個是 我剛才說詐騙是很會行銷的人 因為他抓準人性的需求 所以 一個叫做 一個方向叫做 他知道你想要什麼 對吧 然後呢 另外一個叫做 他會創造你的需求 看這不是跟你工作一樣嗎 策展人不就這樣嗎 是 策展人就是 等一下 你現在說 策展人等於詐騙集團的意思嗎 沒有就是說要雜學校啊 對不對 策展 你也是要知道觀眾要的是什麼 然後創造出來 所以啊 沒有 創業也是啊 你也是知道 需求造成市場 對吧 不見得啊 我們創業有時候 創那個業結果 不是人家需要的東西就倒掉了 對啊 就是創業失敗嘛 那成功就是你有 配合到市場的需求嘛 可以這樣說嗎 所以 沒有 我還是覺得比較像策展 不像創業 好 隨便 你要歸到我們策展就OK 但是我要講的意思是說 所以你現在是要講你的同業就對了 很多策展人 現在 真的嗎 現在台灣很多策展人 沒有 我們就講雜學校而已啊 策展人不會看我們節目 會 有策展人 我坦白說我以前都覺得 老人才會被詐騙 對吧 對 是不是每次聽到都是老人什麼 家裡接到電話 然後怎麼樣 然後頭就暈了 金光檔是很 old school的 很早以前 很早以前 幾十年前的 對 然後後來就演化成就是有沒有 我聽過最多的啦 阿姆啊 我去我跳龍啊 阿姆啊 阿姆啊 給我了啦 因為一邊打了 要把我撤下去了啦 什麼的 你知道嗎 油漆要吼出來啊 我油漆啊 你為什麼演這麼下 我知道 我是配合你的啊 所以 像這個路徑就是我所謂的 它是本來沒有這個需求 但是你去創造需求 你聽得懂嗎 就我本來沒有很 然後它就造成一個空 你說本來不用很愛小孩子就對了 不是啦 然後小孩子在那邊哀才 喚起了他的母愛這樣子 母愛 不是啦 是說 它是用恐懼 然後去創造說 哇 嗨囉 然後你知道嗎 當這個需求一被創造出來的時候 你那個頭腦會 花錢花下去了以後 才發現小孩子回來 在旁邊 然後郵寄好好的 有小孩子就很傻去 對 而且這樣也蠻好的 花錢換郵寄 那他就感覺到說 就是覺得孩子沒事真好 然後那個 那個家裡就開始 我覺得我這麼多可能講不太多 那個溫暖就又重拾了 好 這個也算old school的 這個算old school 對 但是他就是抓準你那個恐懼 跟那個短時間 如果你再打電話 因為現在 你知道小孩子也不太接電話嗎 如果你打電話去 好 現在就是因為人的聲音在電話裡面 都會變得比較沒有一樣 所以現在就是 然後因為小孩子又很少打電話給爸爸 對 所以爸爸現在也不習慣 也不知道小孩子在電話 聽起來長什麼 所以現在如果打電話去跟 你爸你媽說 啊 木牙有機啊 他就說你為什麼不傳簡訊 不是啦 好 但是 我剛剛是說因為很短時間 那如果你在打電話給你小孩 一分鐘沒有接 你是不是那個恐懼就出來了 不會啊 很正常 但是我跟你講 恐懼出來了 最厲害的是 詐騙會再往那個恐懼再去鑽 他說你現在 你不用再打電話了 你兒子就是我的手 已經一顆搖出來了 沒有 已經搖出來了 已經搖出來了 然後在後面 然後遠遠就有個聲音 哦 哦 又出一顆 我又出一顆廟字 他又要搖 你今天怎麼 今天演戲的那個細胞 演得很好 演得不錯 我發現你是有演藝的天賦 我沒有跟你講過嗎 沒有 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看到人家喝牛肉湯醉的 我可以分享一下 我那個 我念那個民族國中 然後我念國中的時候 就是那個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台北市政府那個教育局 他們就會辦一個這種少年劇展 就是每年會有大概11加12所 國中 就是要演各自的話劇 話劇 然後可能 話劇比賽 然後校技再拚 對 然後隔一年 可能又換另外12加這樣 OK 然後那一年剛好我是 輪到我們學校辦話劇 主辦 參加就是這個話劇展 OK 然後我就學校 我就看到公告說什麼 學校要甄選演員 要示進這樣子 然後就那個戲就是 那個戲叫做春風話語 我還記得 那個戲有夠八股 就講說兩個學生 兩個壞學生 就是都很討厭老師 討厭家裡人什麼 最後就逃學這樣 逃學在外面就吃也吃不好 穿也穿不暖 然後就很慘 然後後來才覺得說 原來學校 是溫暖的 老師 家裡家 阿嬤還是這麼溫暖 然後才又 水裡是演逃學的 然後那個時候就要試鏡 那是要試鏡 那時候因為他要找演員 兩個主角就是不吃孩子 那個年代是還有分好壞班的 你是好班的嗎 我是好班的 然後我就去看熱鬧 去看人家試鏡 所以所有的人 包括那個時候 那個就是成績比較差的班的 的同學 那些同學 自然而然就試到壞學生 都覺得那個角色應該就是他們的 因為他們就是 真的在學校也蠻凶狠的 就是他們可以很real 結果我們就看到他們試鏡的時候 看每個都幫手 他們每個一試鏡就幫手幫腳 沒辦法自然 結果後來我就覺得說還蠻好玩 我想說我也去試試看 結果學校老師說 這個演 就是說我演那個壞學生 演得活靈活現 你是有罵三字經什麼 我沒有罵三字經 反正就是我那個樣子 結果到最後就變成我拿到那個角色 你說壞學生的其中一個角色 兩個壞學生其中一個 OK 就全校第一名去演那個壞學生就對了 反差很大 然後我就覺得好爽 就是我那個每天的 我們大概就是有一段時間 好幾個月每天 都在練 五點就是放學以後就要去演 我們那個戲裡面有一幕 就是我們在外面吃苦的很慘了以後 然後突然有 然後後來最後就是被警察找到 然後帶回來 那我的角色是 我有個阿嬤這樣子 阿嬤照顧我的這樣子 然後阿嬤看到乖孫 那我就說我好餓 阿嬤就看到 有時候乖孫這樣 滷雞腿給你吃 然後 你就要留下一滴淚嗎 沒有 我就好爽 因為那個他們為了real 那個滷雞腿是真的 每次排演都有滷雞腿 整個劇組就只有我那個角色 一直在吃雞腿 那我問你 好爽 那我問你如果NG的話 還要再買一隻新的雞腿嗎 後來呢 話劇社什麼NG 後來那個戲 我就對我幫助很大 就是因為我就在那個台上 而且都不能用麥克風 所以要訓練用丹田講話 要能夠整個活動 原來他的簡報 是可以回推到這裡 沒有 然後後來 我以為你要說 詐騙的訓練也是很嚴謹的 然後後來那一年的那個 少年劇展的那個 反正他就會來評分 最後就是 我是拿到那個演員的那個 最佳男主角 他們也不是最佳 也不是只有一個 幾個學校拿幾個比較好的 我就拿到那個演員 很厲害的獎這樣子 男演員 所以其實 然後後來我先講一下 後來我才知道 我是到國三畢業以後 我後來才知道 就是其實 你爸是當評審 那個時候 藍陵巨訪 有跟我們的校長說 想要我的聯絡方式 他們就覺得我很有錢 你是講真的假的 講真的 藍陵 藍陵 然後我們的周麗玉校長 跟校長說想要找我去 我們那個學校那時候升旋律也不好 一年才四五個建中 第一名被找去演戲 怎麼可以 校長就完全都沒有跟我講 也沒有讓我媽知道 我不能讓我們全校第一名的人 跑去演戲 一年只有五個上建中 如果有一個去演戲 有一個不見就變四個 所以校長就說 我的演藝之路 就這樣子被斷掉了 所以我覺得這一集的主題 可以叫做 被教育耽誤的亞洲影帝 沒有 但我要講 我覺得那個 可是我告訴你 真正希望他去的 是那附近幾個幫派 為什麼 因為他演那個壞學生演得很好 感動了他們 他們就一直要網羅 是用人才 不網羅進來幫派怎麼可以 他是演不一樣 但是我要講 我覺得小孩子有機會去 舞台上演戲 很好 因為我覺得就是 就會 你會 尤其是劇場 心理素質才會變好 沒有 除了心理素質 為什麼我打寶靈球 對 心理素質不好 就是這樣 你小時候有沒有演過話劇 沒有 大規模的 大場面的 那你為什麼這樣 寶靈小孩打不好 你為什麼這樣寶靈小孩打不好 話劇 你是打寶靈球 心理素質 心理素質這件事情都沒有克服 可是我講一個我國中的 我國中那時候 我們不是話劇 是會什麼詩歌迎唱比賽 對不對 記不記得 然後那時候就是 還是想唱比賽 詩歌迎唱 然後就會唱那個什麼 詩歌迎唱是怎麼唱的 那是一堆人嗎 對 那是一堆人 所以在那裡是爛魚沖樹 沒有 那是一堆人 但是因為我們那時候 我們的導師就是 他是那種很有創意的老師 然後他就覺得說 他要出奇招才能拿冠軍 就找一個不行的上去這樣 他就找 我們那時候叫 商女不知王國恨 我不知道那一首詩詩嗎 所以你演商女喔 對 你們半邊有女生喔 他就是覺得這樣效果很好 因為我那時候又胖胖的 然後就是化妝 所以從小胖到現在 不會 那你那時候是 好等一下 我要講 樂於做這個事情嗎 商女 還是你覺得是被壓迫 我其實有表演慾 但是演商女 你知道嗎 那時候又是青春期 就覺得 幹我為什麼不能演帥的 我要演商女 然後你知道嗎 他給我穿的衣服 那個畫的跟蘆花一樣 你知道嗎 然後好 我就上去演 然後真的轟動 因為那時候國中全部笑翻 我一出來什麼 商女不知王國恨 什麼隔江 什麼吟唱後 所以就是後來就這樣子 整個就歪掉就對了 不是 重點是我唱完 我被 普通班流氓盯上 因為他們就說 送情書給你 不是 沒有 因為那時候 因為很轟動 他就說 你直接親他家 你是很厲害 商女就厲害 然後那時候 坦白說我有個陰影 就是你出頭鳥 你就要被修理 不是啊 你這樣子也被修理 然後你去中正 你又是去 所以其實我 去跟夏花交往 我也被修理 所以你就一路上 就是走這個路線的 對啊 就是一直 對 我這樣講起來 我的事還蠻坎坷 我以為你想要說 國中這樣子 你就當高中 不要收斂 你也沒有 因為你一路上都是走 所以你一路上就是走 囂張路線的 他一路都是走囂張 哪裡囂張 他就是 就台上這樣子 他是一路 他又跟 他是一路 可以後製 我那張照片 我國中同學都說 我要等你很紅的時候 我要把它拿出來 超好笑 你的底細就是 一路都是走 被修理的路線 所以我們平常 我們兩個修理你 也是剛剛好 對 沒有 我也沒有修理 我只是講公道話而已 是 不是 不是要講詐騙嗎 講到什麼 你什麼商女王 不知王國 所以你先講你在演戲好不好 我為什麼講到演戲 因為你在演那個 不 壞遊戲 所以各位 我在講說 我是有天分的 所以我們 所以你詐騙是下一集在講的 沒有 對齁 我們其實光演戲 應該也講蠻多的 可是我要講 因為我們 記得第幾集 他不是講說 高功能內向 對啊 對啊 然後你怎麼會想要去 征選 就好玩了 我那時候去 只是覺得演戲 他試鏡就在那邊 就是老師幾個角色 叫你一唸台詞這樣 我就覺得好玩 我也沒有想到說 靠到時候要在舞台上 跟台下什麼商天人 你也是好奇就對了 那時候沒有想到這件事情 我覺得應該是 你也沒有 做一些好玩的事 想說試試看這個 看起來OK這樣子 對啊 可能你平常 在學校 考第一名 要壞也壞不起來 那好像藉這個戲 可以去抒發一下 可以講一些 講一些話 幹話 或是什麼 就會好像 有另外一面這樣子 這個就是 藝術教育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叫做 沒有啦 劇場教育是 基本上是 因為你知道劇場 其實就是各種 平面 戲劇 舞蹈 音樂的一個合體 所以其實我還蠻鼓勵 如果孩子可以 你那個就是劇場 對 我覺得小孩 如果有機會 讓他演戲很好 就是讓他可以 他也不一定要演 他當後面的人 去協作都可以 以後可以做專案管理 做PM 做監製 做製作人 不要講別人 光是跟別人一起搬道具 跟人家一起合作 做事情 都是很好的 劇場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好 怎麼講到這邊 好 來 詐騙啦 回到詐騙啦 什麼 明明就是你離題的 還要講到什麼 藝術教育 靠 回到詐騙 好 你看我們在講 一小逼 你看郵寄已經 黑到第二顆了 剩下一顆郵寄了 所以好像這個 就是我們以前 以為只有老人會被騙 就是說 然後你知道嗎 真的是 坦白說 以前是真的 老人被騙比較多 因為他們就會打電話回去 然後因為都知道 小孩要上班 孫子上學 不要綁架你孫子什麼的 所以 因為我們現在 基本上像 我們家也沒有室內電話 他們都是打室內電話 然後呢 最後還會恐 就是他後來虎不到你 最後都會出一招 出什麼招 我知道你家在哪裡 你有點小孩 你不要出門怎麼 你們說 我們到底自己在哪裡 他真的講得出來 他真的講 我跟你講會詐騙 通常都是會拿到你的個資 就是 用恐懼 他可能網購或是什麼 都是啦 現在個資 我跟你講太豪邁了 太豪邁 這樣講好不好 應該說 所以我才說上次講 不要去網購 因為你的個資都會被流出去 他們可能有一套 網絡是可以交換的 對 那我講這個主要是說 我們以為以前的詐騙是這樣 回到這個 但是因為我太太 其實也會擔心這種 雖然這個 在你講起來 已經很久以前的詐騙 但是其實還是會 爸媽在家 但我太太還是會擔心說 會不會我兒子啊 人家用這個理由 所以 我太太就跟我兒子說 他就 就一直跟我們講說 我們要有個通關密語 我也有 就說 如果是這種情況下 你什麼 你就要回答那一個東西 我就確定是你 對 我跟我兒子也有 他那時候講通關密語 我忘記的是什麼 而且居然有說要一個通關密語 好所以各位聽眾 聽到這邊呢 先把你們的通關密語 先remind一下 不良大叔300 欸怎麼又來了 那個是上一集的 沒有每一個都 你這樣講出來 大家都知道通關密語了 對啊 應該是你們自己都要一個 像我跟我兒子就會有一個 我們父子之間的密語 什麼樣的密語 當然不能講啊 但是我們會有一種 你以為我們想知道 好 那就算了 真的很難相處 好 這個是一個 然後剛剛講老人 那我剛剛講說 像有需求 你知道現在詐騙 我們最常聽到的是工作 有 那個去柬埔寨 都是工作 對吧 就是因為我要應徵工作 高薪 輕鬆的工作 對 所以好來 辨別一個詐騙的開始 像什麼貸款 那種看起來很莫名其妙的 優惠的 那都怪怪的 貸款是什麼樣 貸款我等一下會講到 就是貸款很簡單啊 就是你銀行過不了 我先講一個 就是 可是不見得每個人都需要貸款 沒有 我真的我一個朋友的侄子 他大概16歲 16歲也不需要貸款 16歲也不需要貸款 他爸媽很嚴 他想要買東西 他爸媽不給他錢 所以就是爸媽太嚴了 對 怎麼又回到上一期的主題 好 但是 哪個小孩 我朋友的侄子 然後 然後他幹了一件事情 因為他在 不知道是IG還是哪邊 看到說 手機號碼 就可以貸款 而且什麼 他們都會講 什麼10分鐘內核貸 然後 因為他們貸款都小額 他比如說他要買一個 Switch可能八九千一萬這樣 或買個什麼 Nike球鞋什麼鬼的 然後他就去 他就會 而且他們都很方便 他就有個專人說 然後給你一個網站 你就把你所有資料都打進去 然後就按下去 然後就真的 可能過幾分鐘 然後就LINE就跳出來說 已經核貸了 然後叫你說 你已經 然後你輸入剛剛那個頁面 就有一個 比如說一萬塊打到這個頁面 然後他就跟你要說 你這個一萬塊是可以 因為他轉到你戶頭 對吧 你就把戶頭弄上去 然後他這邊就歸零 他說已經轉過去了 可是你沒收到 然後咧 然後他就會說 怎麼會沒收到 然後就說 你打錯了 然後咧 然後他就說你打錯了 然後就說 好 因為我們錢已經出去了 所以你要再付錢 壓在這邊 我才 因為他會說我損失了10萬 是因為你打錯的帳號 所以孩子就會怕 就是說 我如果原來有10萬 我幹嘛給你借10萬 我怎麼有錢打回去 不是打1萬 對不起我剛剛講打1萬 打過去了以後 他就會說 那你至少壓個5000塊來這邊 因為我錢已經出去了 反正他就會設一個這樣的局 然後他就為了 多好笑你知道嗎 他為了要湊那5000塊 因為他會有點恐 他說好 那我就怎麼 他們一開始會用正常的方式 就是說 那我就告到法院什麼什麼 就是欺負年輕人 就是說 你接下來就會收到什麼 你告啊 刑事警察局 16歲的孩子 你要想他那個心態 是他偷偷在做這件事情 那他 你知道嗎 好玩的來了 他為了那5000塊 他又再去 不知道哪邊 又說什麼 申請一個手機門號 又可以帶多少 他為了要補這個洞 所以他又去申請了一個什麼手機 什麼什麼門號 我也沒有聽得很懂 就是說 因為他只要身份證 好像就可以辦手機什麼的 然後呢 好 辦完手機 他把手機拿走 他也沒有手機了 就是 他挖了三個洞 為了補剛剛那個5000 可是他只是為了 一開始要借1萬 可是因為這5000 他又去弄一個 然後因為這邊又出事了 這邊又再補他 後來搞到 聽說 就是要全部清還完 要十幾二十萬這樣 為什麼要清二十幾萬 三家 沒有啊 你錢也沒有真的給我 就詐騙 所以幹嘛 所以詐騙就不用還他 就是因為這樣子 被二十幾萬 他才跟他爸媽講 對啊 講了就什麼都不用還了 好 講完就恐嚇了 因為他就說你有簽那個什麼 我是有簽給你 你要給我匯款的紀錄 讓我看到你錢真的有進來 所以他們就報警 對啊 他們就報警 但是 他們就全家都報警這樣 你說報警警的這樣 這樣也沒有解決 大家都 這樣的問題也沒有解決 是 好 應該說他們就去報警 但是呢 其實 最後一招 他們都會來用恐懼 跟用那種黑道的方式來恐嚇你 讓你心裡有因應 他們不是都已經報警了嗎 我覺得你們都不死人間煙火 就是他沒有 他只是講說 我知道你們在哪裡 你兩個小孩 我都知道念哪裡 你會不會怕 對啊 你沒辦法行 沒關係 就到最後他們就是用耍流氓這一招 所以 我朋友是後來堅持 不給 但是有的人會覺得說 我錢負負的 因為他會每天生活在恐懼中 你聽得懂嗎 所以 我同學後來是 但是他說他自己很掙扎 因為他們動不動就會傳簡訊 還知道你手機 然後就說 你小孩現在放學了 你看外面有沒有兩個 什麼人在校門口 就這樣 他就要去創造你的恐懼 就是我講的 本來沒有那個需求 但是因為你會怕 自己的孩子16歲 萬一又怎麼樣了 對不對 他就用這種方式 所以你看光一個16歲的孩子 他有那個需求 他只是想要買一雙鞋 買一個東西 爸媽不給他買 因為你知道嗎 他們現在社群你也知道 每個人都一支手機 國中生 國小生就有手機 所以他就會看說 你知道小朋友說 10分鐘 什麼馬上就怎樣 很輕鬆的就有借你1萬塊 然後你下次想說零用錢再去還 初衷就這麼簡單嗎 以前的年代的小孩子 像我們如果看連續劇 又看到那種 一看到借高利貸 後來都很慘的 或是幹什麼 所以就以前 以前就覺得說 借錢是一件危險的事情 我覺得現在就是 小孩子就是只會讀書 對啊 然後這種社會新聞 社會事也很少在看 可是因為我們小時候 資訊也沒有這麼發達 坦白說 要跟我們接觸 要嘛就打電話到家裡 對吧 要嘛就怎麼樣 去傳單嗎什麼的 但是因為現在他們就是 因為每次滑 包括抖音也有 所以這種詐騙 你要怎麼去防 要跟小孩子講 我覺得當然溝通要好 因為他會有需求 他不敢跟你講 他才會走這個 對吧 但是會不會 你跟他講這個事情 就是說 你這個網路上這種 什麼貸款 不能亂借 借會多慘 甚至會有流氓來恐嚇你 結果你家小孩 就反教你 所以你不幫我買鞋 我就要去借 你說反勒索是不是 反勒索 他爸媽說 所以你不給我買 Nike的鞋 我就要去 去手機借貸 你這時候怎麼辦 爸爸這時候 我覺得教養 真的好重要 爸爸是不是這個時候 反而就騎虎難下 騎虎難下的 沒有但是我覺得 還是要讓他知道 因為就像我小時候 我也不知道簽本票有多嚴重 本票是玩具行 文具行都買得到 我記得我高中簽過一次 啊 高中就玩這麼大 但是我不知道 我就說想要玩 文具行拿出來的東西 簽有什麼關係 你為什麼沒生 都跟他簽本票 沒有那個不是 那個其實是我們老師 故意讓我們簽這個東西 他是想要機會教育 因為那時候也沒有YouTube 他就說你知道簽這個本票 他就講他的爸爸 就是簽了這個本票 後來法院什麼怎樣 他們家就被拍賣了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但我意思說這個東西 是有需要被揭露的 對吧 其實我剛剛只是講 一個16歲的孩子 那我們剛剛講回到工作 對吧 你們聽到很多工作 然後我剛剛講說 很多詐騙的需求 你以為都是騙有錢人 沒有他們就是各種 就像我上次講創業那一集 他不是會跟你在那邊 他叫養套殺 就是慢慢陪你 但是他一次可能陪了好幾百人 你中了上鉤就撈上來 你中了上鉤就撈上來 你知道工作 我後來看了很多案例 我朋友也被騙過 求職 就說錢多事少離家近 高薪聘請 然後都會設一個 好像很厲害的公司 然後那個總經理就會 什麼講話 那種現在短音又很流行 你真的會按 然後就去求職 然後會想求職的需求 都是因為我現在沒有錢 我想要趕快找份工作 你需求是強的 對吧 你需求強 你當然就會很容易陷入 他只要說 那你可能要來 那個 緬甸一趟 要跟我們總經理見個面 沒錢買機票 如果年薪可以有300萬 我會跟朋友接 我要去一趟 年薪300萬 我舉例 我舉例 憑什麼 對 但是我跟你講 會被詐騙就是 那個心理學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都會覺得 I am the lucky one 你知道在心理學的時候 就說 我就是那個幸運兒 我就是那個灰姑娘 就剛好 我睡這麼久了 終於有一次讓我遇到 我們人都有這樣的心態 然後當你掉進去了以後 你就會開始 他們很精密的設計 你就會無法自拔 所以你看到那種 警察每次到那種 郵局 銀行有沒有 就說 那騙人的 他還說你警察才騙人的 你號碼給我 你有沒有發現他們 他們好像被催眠了 已經 已經都信到這種程度了 連警察跟你講是假的 你都不信 而且那不是 不是只有老人 尤其是 另外一類叫做情感詐騙 聽的 就是現在的交委網站 不是很多 不知道 什麼是聽的 聽的 他不知道我合理 聽的解釋一下 聽的就是 聽的就是一個那個 那個 那個 開會 開會軟體 聽的到底是什麼 聽的應該是那個開會軟體 就是我們要開會 開會軟體 好啦算了算了 他們兩個偶包太重了 聽的就是一個交友軟體 你只要放上你的profile 然後左滑右滑配對 然後 如果你同時往右滑 他也同時往右滑 你們就配對了 你們就可以聊天了 很正常 對啊 很正常 對啊 我們LINE在聊天 沒有 他那個是專門交友的聊天 但是聽的算是一個 交友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買一些東西 然後坐公車 去一個比較遠的地方 吃飯 那叫交友 我現在叫交友 交友就是 你看我們以前要認識一個女生 陌生女生 是不是很難 他那個就是這樣 滑來滑去 年輕人的軟體 然後很快配對 然後你就會開始聊天 對 好 那我問你會去用聽的 還真的在那邊解釋 好累 為什麼我還要解釋聽的 好 然後 因為我們聽之後 也不見得知道聽的是什麼 我覺得大概90%以上都知道 真的嗎 那個導播 你知不知道聽的是什麼 導播的年紀可能知道 那一個老一點的 來那個 那個遊歷的江湖也很久的 我應該也知道 好啦 很不重要 重要的是 其實你會上聽的 你是有情感需求的 就是你會想要交朋友 或者是交異性 沒有 我們沒有上聽的 我們也有情感需求 那我們就是不好意思上聽的 我也是不好意思 因為他會有 欸 這個不是蘇養智嗎 蘇養智上聽的 趕快截圖 趕快去開始 好 我要講一個 我其實 因為我不是說我高中同學 很多都離婚了 然後因為他們都沒有 因為你知道嗎 所以你說你高同學都上聽的 對 失婚的這些少父們 你知道嗎 他們都會上聽的交友 不然他們每次工作環境 那今天不是年輕人在玩的 沒有 上面什麼都有 你說四五十歲的 五六十歲都有 五六十歲的男生女生都有 都有 而且他也會去演算法 雖然是真的知道不少事情 真的 沒有 他都為了要告訴我們 他們 他才下載那個 沒有 我要下來 聽著這個APP就對了 我有下載過 對 但是 現在還在嗎 現在沒有了 因為 好 我為什麼會下載 是因為 為什麼我講話有點結巴 剛剛打電話來 剛剛打電話來 那個手機可以拿出來看一下 你手機聽話講完 我就是我那些高中同學 我們很要好 然後他們每次同學聚會 他就會說 你是不是在聽著上面 就滑到高中同學 不是啦 所以你就在聽著上面 擠一個會的高中同學會這樣 聽著上面好像不能 沒有這個功能 他不是社群媒體 你看這就證明我真的不知道 聽著是幹嘛 好啦 你已經開會軟體了 好 我覺得他們同學會都會分享說 他們在聽著上遇到的很多事情 你同學會都沒什麼東西好聊 沒有很精彩像我們這種 很精彩為什麼不講 對啊 我要講你們就一直被插話 什麼什麼開會軟體 不是 我們 你剛剛講那麼長 無良的鑰匙 你就不要講什麼詐騙 直接講Tinder就好了 我們是Podcast教育類第一名 我們總還是要有一些教育意涵 不是 Podcast教育類第一名 我們一點都不care 我們是那種熱門節目的前幾名 所以我們不用管教育了 我們是用教育類的節目 對 在跟喜劇類的節目PK 還能夠第二名 教育類只是個謊字 不能這樣子講 不能這樣子講 我們算是有教育意涵 所以我們是教育類的 在跟喜劇類的PK 好吧 不能講真話就對了 精彩度還是很重要的 好 接下來有精彩 講精彩那部分就好了 你剛剛那個16歲 你真的有點 有點heavy 沒有heavy是有點boring boring 剛剛16歲那邊都剪掉 直接從Tinder這邊 那我們還再多錄個15分鐘 你快來講 你Tinder有什麼精彩 好 然後因為我先講一個 從高中他就是一個 乖學生的同學 乖學生上Tinder 對 然後我上次有講過 就是他是嫁給那種比較富二代 他沒有做自己 然後他也是第一次戀愛 就結婚 然後他後來就是受傷 跟你太太一樣 你太太是第一次戀愛就結婚 不是吧 對 你剛好整個人停住 我有講錯嗎 沒錯 而且還好不是直播 好 繼續 然後呢 然後他因為 坦白說他 他每次跟我們講 他說其實他感覺他沒有戀愛過 你懂嗎 你說幾歲的時候跟你們講 就是離婚後 離婚後超過幾歲 離婚後他才開始 離婚超過幾歲 40左右吧 也是蠻可憐的 他覺得他都 婚姻中在關係中 他都沒有去看過自己的感受 然後後來一離婚了以後 他就發現 因為我們就會 就是女生都會討論說 你去上Tinder 那邊有一些什麼 什麼小鮮肉啊 什麼就聊聊天 反正也沒事 小鮮肉會有戀愛的感受 會是戀愛嗎 他只是想要跨出那一步 不然他的生活圈就是這樣 結果他都發現 Tinder上面都是一些 在美國打破萬戰爭的將軍 那個有 那個也有 這個我等一下講 那是另外一個同學 將軍的 將軍沒事上Tinder 那不是在Tinder吧 順便只會上Tinder 那是在Facebook上直接找你的 沒有 照片上通常都是射精地位高的人 會來詐騙 就是他演的說 對 我是將軍 我是什麼投資的什麼鬼 你不要插題 你就回去講你同學 他插題是他 你們真的很奇怪 都你們先插完 然後就說我再插題 好 你不是拉主Key的 你又把他拉回家 拉主Key順著別人的 然後還說人家都是 對啊 主Key 你主唱 然後跟著和音唱個像話 我想一下 好 然後他就去下載廳的 然後就真的有那種 比如說小他十幾歲的 就跟他聊天 反正他也無聊 他就想說聊聊看 然後通常聊聊聊 聊天很花時間 對啊 我們跟音量聊天很花時間 確實 林北就不花時間就對了 好 然後你看 煩欸 然後聊了聊了 通常大概聊到一陣子 都一定會約出去 一定會約的 不然要幹嘛 不然聊天要幹嘛 對 要聊天要幹嘛 不是 那我們為什麼聊天都沒有約出去 做柏拉圖式的 對啊 像我們這樣 像柏拉圖式的聊天 我們都沒有約出去 我們也約出來了 約出來了 我們一直約出來 好 然後呢 因為他覺得很有新鮮感 就是一個二十七八歲的 上班族 要約一個四十歲的熟女 然後就去 心中 蹦蹦跳 對 蹦蹦跳 蹦蹦 然後呢 因為很新鮮嘛 然後我那個同學剛好就 他是第二次 第二次就遇到一個高手 什麼叫做高手 高手就是 我跟你講 交友軟體現在有分很多種 聽的比較像是 我不知道對不對 我聽到的是 聽的 就是今天在講免責聲明 就是我不知道對不對 就等一下就是他 講一下不要負責任的意思 聽的感覺比較多 會想去約炮的 應該是這樣 那就是 那就是我主力要下載的 對 然後當然他的用戶數也夠多 對 然後他的功能也是 最全面也是比較早的 所以 應該是說 所以你同學就下載team的 你看 尤其是男生 但是當然也有女生 但是男生 就像我上次說去月店 男生都會有一種 就是我來這邊花時間 我約你出去 當然有的是 但是我有很多朋友 是從Tinder認識後來結婚 然後非常幸福美滿的 對 也有那種就是真的一夜情 就是要去那邊找泡友的 也有結婚 因為Tinder以後 沒有 因為我身邊在用Tinder的都 因為你知道Tinder他麻煩的是 他在滑的時候 他看你有沒有實名跟實際 這個照片是不是你本人 他會有一個功能 就是 就是用你的相機 現在馬上拍照 去臉部辨識說 這麼嚴格 就是實名字 實臉字 所以 如果你沒有實臉字的 通常都是 大家比較覺得 你就是放一些那種 別人的照片什麼的 對 如果要實臉字 那就麻煩 我們就真的要放自己的臉 我不能放葉秉承的臉 可以 剛好這旁邊就拿給他照這樣 沒有 他那個很厲害 他那個實臉字跟那個 Apple那個 那個 真的很懂 很懂 聽得的 沒有 因為我真的有研究 因為我聽了他們這樣 很fancy的以後 然後我就說 那我來下載看看 所以你是最近下載的 沒有 沒有 下載 下載4 5年的 沒有 就是他們在談的時候 老手 然後也是因為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我隨便放一張照片 然後我那個朋友就說 你放這個 你要放那種 真實的照片 我本來放一個卡通 就沒有人活 那就沒誠意 對 誰要跟米奇 誰要跟米奇 誰要米奇 校長怎麼在玩Tinder 交朋友不行 沒有 你就說 你不是說交朋友嗎 我就跟你講 Tinder 你不是說交朋友嗎 約炮的比較多 交友軟體有分很多種 所以就是那少數 不是約炮的 清流 Tinder裡面的清流 好啦 Tinder裡面的清流 Azi Azi 我們也是會有歐包 你也不相信自己會是清流 不是啦 自己也不相信 我講完 好 然後呢 他們就約出去 然後就他 因為很新鮮 就是你哪時候有機會 他都見到面了沒 一直很新鮮講多少 就是見到面 然後呢 然後後來他約了 可以講重點嗎 重點 重點是他約了第二個 我不是說遇到一個高手 對啊 好 要講過程嗎 哪裡高手 你不講 就是 要精采 故事鋪陳太久了 對 對 精不精采 我在簡報科就跟喜歡講說 鋪梗不能鋪太久 你鋪太久 鋪最有梗的是不是他導播 沒有啊 導播都沒有反應 你知不知道你那個太久了 前面都剪掉 好啦 然後高手怎麼樣 就是高手吃完飯 然後喝點小酒 然後就走在街上 然後就散步 然後呢 因為我同學是 我說他這輩子認識過一個男生 對 走在街上 然後肢體就會有一些接觸 然後呢 突然那個高手就是會 我忘記了 他是說摟住他的腰 轉過來 然後臉就靠近 好 然後我跟你講 這一招 他說為什麼是高手 因為我後來我有分析 你可以給我靠 等一下 你這個剪得不太好 靠 我就是要幫你營造那個氣氛 越來越緊張了 後來我同學跟我分析說 他為什麼是高手 因為轉過來的時候 弱的人就親下去了 高手是怎樣 高手是靠過去 哈氣 什麼哈氣 口臭好不好 哈什麼氣 你就是臭慈男 哈什麼氣 你就插玻璃 為什麼哈氣 我們就不是高手嗎 他就是 他就是 插眼鏡 他就是 插眼鏡 插眼鏡 你眼鏡有點刷 對 哈氣 沒錯 他為什麼很煩的 好 沒有 可是當下他不知道 是後來 後來他分析 才說他是高手 因為他靠近的時候 不是我親你 我只是靠在你臉這邊 然後呢 然後我同學說真的 因為一個男生 他覺得還不錯的男生 臉在這邊的時候 他眼睛就閉起來了 然後呢 閉起來又怎麼樣 閉起來男生就知道 你準備好了 你聽得懂嗎 但是 然後呢 所以你就是要面對男生 然後眼睛只要閉起來 就是準備好了 就代表說人家可以親你的意思 不是 是這意思嗎 那個狀況是臉已經 靠得很近了 對 然後女生都這樣 眼睛閉起來的時候 然後呢 如果你靠很近 你一定說 你幹嘛 不是啊 我想任何女生 你的臉靠他很近 他的眼睛都會閉起來 他眼睛都會閉起來 這反的要不要跟他講 對 你的眼靠很近 他眼睛還真的 很恐怖 我就問 你今天回去 你去突然跟你太靠眼鏡 你那一眼 他最少我一巴掌 他要下哪 你超長 對不對 所以你說怎麼突然 你會靠眼鏡人家眼睛就閉起來 我要怎麼去形容那個東西 沒有 沒有 因為他一抓過來 就是你抱近 抱近 然後那個臉 他就故意這樣靠得很近 然後我同學就說他很蠢 他就是一靠近 然後他就以為要發生什麼事 而且一切來得太快了 他沒有準備 所以他就說 他要說他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他說他眼睛就閉起來 閉起來又怎麼樣 閉起來就親下去 是男生親下去 對啊 那也是親下去 沒有 因為他那個靠近是試探 如果你彈開 那就沒了 但是他眼睛閉起來 這已經是signal So come on I'm OK 那跟直接親下去有什麼不一樣 等一下 我只問說 剛剛那一段 為什麼要講英文 為什麼 對 我也不知道 好 然後親下去 然後咧 然後他就推開 說你幹嘛 對啊 所以那還不是一樣嗎 沒有 就是他也是不想被親 然後還要推開 對啊 裝矜持 沒有 不是啦 你不要再亂講我同學 是同學 人家這隻雞子雞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但是他已經把那個距離拉近了 本來只是吃個飯 而且你們別忘了第一次出去 這是高手 通常都嘛 是要出去個幾次 你才會進攻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通常是什麼意思 就正常人來講 你會第一次跟你老婆 約會出去的時候 就牽他什麼 不會 對啊 高手就是他要趕時間 你可以太太 第幾次牽手 你可以太太第幾次牽手 結果你是高手 自己是高手 第一次跟他牽手 而且原來你前面那個講的 就是要讓我們覺得 你是高手中的高手 原來他是在捧別人 沒錯 講說自己更厲害 自己是高手中的高手 老婆 我覺得我準備那麼多資料 根本沒有用 你知道嗎 是武林盟主 那個Label 好 所以你是第一次牽手 沒有啦 我們有點複雜 我們有點複雜 怎麼樣複雜 第一次就處理了 是怎麼樣複雜 你第一次就把它處理了就對了 他微笑不移 那就是 那你就是 那你就是高手中的 高手中的高手 武林至尊 還在那裡講人什麼第一次 抓到那裡 抓到那裡 你第一次就是 武林至尊 你剛剛那些稱讚裡面 我都聽得出來你的不屑 等一下 狀況不一樣 我跟我老婆是認識非常久 剛剛那個是第一次出來見面 那是不一樣的 就是我們是 認識非常久 但是 見面我 沒有 我覺得不一樣 因為已經夠熟 那個是很像是我第一次出來跟你 很像是那個相親 你馬上就給他出下去 什麼說 出下去 那個叫出下去 出力 出力 沒有 出了就寫 請斜下去 出下去 對啊 就山崩出下去 我們蘇聯的比較多 都說出力 出力 我們出力 那叫出下去 你怎麼出下去 這樣這樣 他出下去只是 晶而已 那你的出力好像不能 沒有 出下去是Homerang 所以你剛才不是說 他是第一次 對啊 只是晶下去而已嗎 是晶下去 對啊 好 到底是第一次是出下去還是晶下去 是晶下去 我還沒講完 只是一開始 有步驟 所以那天還沒結束 還沒結束 還沒結束 尷尷尬 尷尬還能夠怎麼會有後續 沒有 但是你知道嗎 推分很多種程式 生氣的推跟這種 你幹嘛 你知道不一樣 但是我同學是跟我講說 他當下其實是有一點點 小路亂撞 因為他很久沒有被 對 你要想 他結婚了 你結婚怎麼了 他 我就覺得你講的話題 因為你講得太乾了 太乾了 我只要這樣潤色 你在問努力 沒有啦 沒有 我因為 各位 我一直要講給這種 你知道 就是比如說 像你 你講努力業轉換 講給小學一年級的聽 我可以講得很有趣 你就覺得我講得不有趣就對了 不錄了 沒有 我東西掉了 我的資料掉了 繼續 然後呢 他小路亂撞 我應該說我同學後來分析 他說他其實小路亂撞 然後有被 有被 有被 你這個內容已經乾到 他都要這樣子 有被那個男生發現 就是高手 高手知道你是真討厭還是 小路亂撞的這樣推開 因為那個 這很危險 試探 是以為高手弄錯的話 但是我跟你講 就是 我們用機率來看這件事情 不是啊 你這樣機率就犯罪了啊 人家如果是真的討厭 那你以為人家是小路亂撞 那就會停嘛 那就沒了嘛 就是第一次出來沒了 他沒差我再去聽的 再找嘛 然後呢 然後 然後男生就是說 你不喜歡 還是什麼的 類似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哪有人第一次 因為我同學就說 哪有人第一次就給他欺騙氣的 但是就是看得出來 他不是真的生氣 然後後來 他說走走走 然後他就把他手牽起來 然後就過馬路了 然後因為我同學他 結婚很久 他老公可能也沒牽過他的手 他說 又小路要亂撞了 不不不不不 他不是我在講的 你不要 你那個聲音很難聽 我要配這個聲音 不要太強了 然後就牽起來 他就說 蹦蹦蹦 蹦蹦 蹦蹦 他很想什麼 他說 蹦蹦蹦 你在幹嘛啦 快啦 不知道我是怎麼講 入不完的 而且就很難撿 我在背景 這是背景音啊 已經入不完 而且很難撿 怎麼會這麼幼稚 快點 快要多12點嗎 好 沒有啊 你是被點到穴是不是 是 點到穴 就好 繼續 等一下 你知道 你知道從那個牽手 牽下去到過馬路 靠搞了快20分鐘 那個馬路是很大是不是 不是 通話來 通話來都比較遠一點 我都還在看 他看好了 繼續 快點啦 專業 專業 他笑得開頭再掛 那個聲音還超大 然後 他就 他就覺得 很久沒有被牽了 很久沒有被牽了 然後 我講什麼 然後就牽手 然後就一路一直牽 一直牽 然後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你不放掉 然後他就說 他覺得 他有小孩嗎 他有小孩 他有小孩 他小孩 國二 國三 OK 然後 他就說 就牽 我說牽到哪裡 他說他們就一直走 從西門町走到植物園 然後再走到獅大 那就快兩個小時了 西門町走到植物園 差不多一個小時 你為什麼要這麼精密的做植物園 沒有錯啊 有一次跟我太太還講 我們看電影看完就走回去 對 然後我說 然後咧 他就說 植物園很黑 很黑啊 如果要動手 不是 在那邊又會 對 但是 好 但是因為是第一次 我覺得那男生也 差不多試到這邊 那人家也是算 有江湖道義 算是 就沒有出路去就對了 沒有在植物園 那黑烏青馬黑的地方 因為夏天蚊子多了 你怎麼說是夏天 沒有啦 但是我記得他是說 就牽到後來 然後就說 他有講一句說 我家在什麼什麼附近 你說男生甲還是女生甲 男生甲 然後 然後就 那感覺就在你家附近 我剛才就是想要講這哥 阿姨到了誰植物園附近 我就覺得這故事哪裡怪怪的 他那麼煩 好 沒有 應該說 我忘了講 因為他說 那時候吃飯的時候 就有喝幾杯紅酒 所以其實他說 有一點點 飄飄的這樣 後座力 後座力 對 然後他就說 要不要去大家家 因為我同學就覺得說 因為他第一次 那個衝擊太強了 他就說 我們才第一次出來這樣不好 然後他就說 因為你家裡我 一個小學同學的 我家很近 我怕被看到這樣 有點危險 不然就說 去我同學家 去老師 然後他就說 但是那一天其實 他回想起來是很棒 很 那個體驗是很好 然後 後來 因為我這個同學就 我跟你講 最麻煩的是什麼 我這個同學動情了 就是 開始喜歡上這個男生 這樣不是很好嗎 沒有啊 我會這樣講 就不要代表 因為這男生是渣男 他只是 反正後來 第二次就出下去了 我講快一點 第二次就出下去了 你為什麼講到出下去的時候 就講很快 你想要聽出下去的細節是不是 對啊 該講細節了 你講那麼快 什麼前面 什麼前手走植物園 把你封一封 你以為我們那麼喜歡 先走去植物園 前面那個誰要聽 還有我在那邊 噗噗噗噗噗噗 然後還講什麼 從西門町走到哪裡 結果你現在出下去 你就五秒鐘 就跟我們講說就結束了 好啦 好啦 就是第二次出去 然後因為他們中間還是會 就會換什麼IG Line 然後就偶爾就會聊一下 然後就開始說 他是玩團的啊 什麼的 因為你知道嗎 所以玩團的 所以玩團都是 小心 小心你要說什麼 都是好男兒 對 都好男兒 也不見得 沒有啦 只要有人的地方 都有好人跟換人 OK 不錯 夠社會化 所以應該是說 我的高中同學他 那你沒事提他玩團的幹什麼 你是對玩團有個刻板印象嗎 我要講 就是我們的高中同學都喜歡 比較有藝術人文 這種有才華的男生 不是從小就念美術班了嗎 所以他對這種 中的不是已經看多了嗎 沒有他會比較 早就知道這些人就是這個樣子 沒有 就有才華會吸引他們 還是會吸引 所以那一個 那一個 DA在哪裡 對 你等一下去升幾個聽得 我不會跟嫂子講 好 然後他就是慢慢的就有感情了 然後 不是 不是才見第二次哪有慢慢的 不是馬上就有感情了 中間 不是第一次跟第二次不會馬上 剩多久 好像是兩三個禮拜 這很久 因為那個男的搞不好要處理別的 回到詐騙了 他同時間 他是多線的 因為我就跟你一個話 平行處理 殺王 我每天都在跟TPU見面 我招式我都一樣 這個推的很生氣 那我下次就不約他了 多光 多光 那個叫做Poto Type 那叫MVP 最小可行 我就試一下 你不行 我換了 沒有 那就跟做生意一樣 試水溫 對 好 然後他們後來第二次就出去了 因為 好 女生都會腦補 就是我同學 因為他就跟我講 他這個過程的時候 他就說 他就會去查他 是誰 他說好帥 他是個什麼 這也是貝斯手 吉他什麼什麼 然後就聽他們的歌 然後就開始腦補 就會說 然後他那天 感覺又很好 Maybe 我遇到一個真愛了 我怎麼 就是 然後他感覺他可能 那男生也會 可是如果是我 就會想說去看說 他那個唱片的銷錄怎麼樣 這個真的有辦法 這果然是理工科的 然後就說我剛剛會不會變成 吃軟飯了 或是 或是說我以後變成 是我財務部長的一個很大的負擔 不是 你這樣越形容 我怎麼都會從那邊看過去 那不一樣 那是成功人士 好 但是我要講的一個重點是 因為重點是第一次感覺好 你聽得懂嗎 那感覺好了你就開始 有時候單列也是這樣 你是在跟自己談戀愛 你就一直腦補說 哇 那我們 可是我就覺得40歲 不是就比較實際嗎 好 重點來了 他也覺得他人生歷練夠了 可是在感情上 他根本就是個幼稚園 你也懂嗎 沒有 我的意思是這樣 他說他如果要找一個追求一個長久的穩定的關係 對不對 他就 他也沒有啊 那所以他也是 那他有什麼好損事 所以他也不是自己要找一個長久穩定的關係 我覺得你們講太果決了 就是當你有感情放進去的時候 你就會受傷了 我同意 但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真的要找一個長久穩定的關係的話 應該也會去考量到他的方方面面 他的工作 還沒有到 第二次就要考慮長久關係 他只是跟著那個感覺 他就覺得 然後這腦補說 就比較感性就對了 然後這腦補說這男生好帥 我有看到他什麼有一種歌 然後就聽他的歌 他好像有唱還是什麼的 他就開始腦補 所以你就會期待第二次 我說男生厲害 這唱歌的男人很帥就對了 對 有機會也要當一個唱歌的男人 看樣子我們不唱個歌不行 這很煩 然後來第二次 男生我說厲害的 就是因為他在溝通的過程中 他已經知道這個女生已經 那個鉤子已經勾起來了 砰砰 你不要學 這是我可以 好了 然後第二次出去了 其實男生就很自然 手就牽起來了 上一次牽過 這次在牽的時候很自然 然後就開始會有一些 比較情侶的動作 就是會抱什麼 情侶的動作 這樣是什麼意思 他這樣子他每一次回來 他要記錄說 我跟這個已經到了牽手 還是還沒到牽手 到了什麼 他回去都要做一個紀錄 所以渣男記憶力要 邏輯力跟主力要非常好 搞不好 人家搞不好是有用功 搞不好他家裡 有弄一個Excel表 在那邊做分析 沒有 直接是一個SARS系統 直接就輸入就啪就出來了 好 然後也不見得是先天 也就是後天努力 對啦 後天 但是因為我已經知道結果 還是他有建入Oracle系統 還講到Oracle 你就是拖太黑了 拖太黑了 而且你不要隨便講那個名字 對 以後如果別的系統要賺錢 沒有 我們後製會閉掉 閉掉 什麼什麼Call 然後第二次出去 就是也是一樣嘛 就牽手然後就很像情侶 然後也會去喝個小酒 然後重點是時間很難喬 因為那男生好像是做一個 蠻特別的工作 那不是Bass手嗎 你樂手沒有大紅特紅 你怎麼養的活自己 你還是有個正職 本來是策展人就是了 不是啦 不是啦 正職是策展 偶爾去彈個Bass 反正就是約到了以後 然後我同學也會蠻珍惜的 好不容易約到 然後就也是又喝個小酒 又開始走 就那一天就上他們家了 就說你要不要回家 可是他敢帶 如果他是個渣男 他敢帶人家去他家 因為他的老窩 就被人家發現了 單身的一個 好像他爸買給他的一個 單身在西門町的一個 我怎麼講那麼細 就是一個大套房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不管怎樣 他就是帶到他真正擁有的一個地方 這樣就會被人家知道 他的根據地就在那邊了 那不是感覺是很危險的事情嗎 我同學又不是黑道 你是在 沒有啊 就是他 我不是說你同學 但我是說 他到去招惹這些女生 每個都帶來這邊 每個女生如果以後 會來這邊就有可能 就可能遇到別的女的 會 你講對了 真的有人堵他 所以這個腦袋沒有很好 可能吧 我不曉得 他就不應該帶到自己的 他自己的老窩 你說 沒有 所以 來 我來科普一下 所以他只是高手 離高高手 還有一點距離 這個人就不懂了 為什麼 不懂 因為我說要你來我家 我可以給你看一些我的CD 我們來聊音樂 沒有 但是如果不回家的話 你要去Hotel 或什麼Motel 那就很明顯 聽得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 沒有 他有說 不好意思 他有說他跟他爸爸一起住 跟他媽媽一起住 不方便 但是那你現在要去哪裡 就是Hotel 所以我就說去Hotel 就太明顯了 我現在要你來我家 是我有音樂要給你看 不然就去你同學家 沒有 現在去Hotel 不行 去你生家很奇怪 不是 那去你 就是去同學家就去你家 也在西門町附近 現在去Motel也沒有什麼 他怎麼跟你講 很多人都是去那裡彈公事 有的是直接廁所 就是帶到他家就對了 沒有 他就說你要不要看一下 我的音樂 我還有準備要發表的什麼 你要有個理由 就這樣要不要來喝杯茶 你怎麼不能說 我們上來打泡 沒有 去Hotel就是 擺明就是要去打泡的 聽得懂嗎 剛好我的那些作品 都放在那個Hotel裡 你們不要在那邊亂 這個就有點 就牽強了 這個有點牽強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上來我家做 他的意思就是 他有個理由 他會把後面藏著 但是如果說要去Motel 不要藏著 這個去他家 第二次 而且人家也覺得 應該就是覺得要幹嘛的 對好 然後他就這樣 不要再質疑專家 對 專家在幫我們分析 反正上去一樣 就是說 我同學就會說 真的你在玩 這吉他是怎樣 他就在那邊玩 他不是貝斯嗎 這貝斯吉他 Anyway 反正 沒有貝斯也是低音吉他 很煩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是就會 會有前奏 就看看東 看看西 看看西 然後就 不然我們來看個什麼 你來看一下我一個MV 這樣 然後就坐在位子上 為什麼不看不良大叔 那時候還沒有不良大叔 好 這樣可以 所以我們不良大叔 以後也是個理由 要不要一起上來 聽一下不良大叔 他看著不良大叔 看一個拜腳趾笑得很累以後 根本就什麼事情都沒有辦法做 錯 沒有 他看不良大叔 看一看就會把數學 那就躺一下 沒有 他看不良大叔 看一看他就會把數學題目拿出來 就叫他數學 好 所以他們就看 反正就是我跟你講高手就這樣 就是找界 MV不是四分鐘就看完了嗎 怎麼可能 看完就 我跟你講有個團 有沒有就是 我要表現我的音樂的品味跟才華 要impress 要impress 你 他就問你說你喜歡什麼音樂 那我跟你講 我喜歡葉喜田的音樂 你能夠找到葉喜田的MV 我怎麼佩服你 沒有這樣我就很難屌 你喜歡葉喜田 那這邊還有個比葉喜田更屌的 什麼什麼 沒有比葉喜田更屌的 所以像我同學就說 他喜歡什麼後搖滾 然後他就說 我跟你講 現在有一個後搖滾很屌 然後就開始播YouTube 什麼什麼 就介紹介紹 然後介紹介紹 因為坐在沙發上 然後就越靠越近 就創造 又那個moment又創造出來了 問題是在沙發 手就沒有辦法揉腰了 可以揉 就這樣揉 揉過去 就沒有辦法出其不意了 沒有 不是出其不意 就有感覺 來我講個細緻的 對 通常都會用打鬧 怎麼打鬧法 就是 這樣 你創造的 你摸什麼 不舒服 幹 這個是很難配合 他說 你養不要 這樣有沒有 就這樣 這樣沒有Fu了 這個故事的前提是我同學 已經對這男生有好感 有好感 有Fu了 就不會說 不會那麼兇 他很享受 就是他會有點抵抗 但是 不是也不用裝了 他的同學 你 曾金池 為什麼講這要講這麼久 這麼累 然後就打鬧 打鬧 然後手就開始亂來了 就是開始摸了 摸 我同學就會這樣稍微推一下 這樣 欲聚歡迎 我就很難想像那個畫面 但是為什麼你感覺 就覺得很自然的這種感覺 因為他是高手 各位聽眾 抱歉 幼稚園 抱歉 幼稚園 不應該問這種太幼稚的問題 我們這種已婚的男子 為什麼我會跟他聊這麼開心 因為我也跟他講 每個detail我都要知道 因為他也是說 他就牽手就摸一摸 我們就 我說沒有 你看 你看 你剛才是這樣子跟你同學講的 然後剛才跟我講 就輸下去 五秒鐘就要結束 不是因為我 我想說 作為主持人要控制一下時間 我們今天不是要聊 差別 不是 你不是控制時間 你是要分配時間 你把那個無聊的講那麼長 不會 可是我覺得 我剛剛好久沒有笑到 關鍵的重點 對啊 結果 三個字就要跟我們結束 我現在就要講了 然後就上下起手 然後我同學 因為他就 他會稍微抵抗 那上下起手是 同時間上下起手這樣 還是 有上上下下 只是在形容一種狀態 不一定是以上一下好不好 我想說 上下起手 都是上 都是下 到底是怎麼弄這樣 好奇 一個上下起手都可以扯這麼遠 這個 純學術性的探討 學術性探討 學術性探討 反正就是開始 反正就是開始進攻 然後就是這樣 然後我就會說 他是從哪邊開始 因為我都想要聽 對啊 然後他就說 就反正 大概糾纏了十幾二十分鐘 那麼久 十幾二十分鐘都糾纏在一起 沒有 因為 不是啦 因為他會 躺在 躺去 躺六十分鐘都是這樣子嗎 還是兩個人 你也會問 你說躺還躺去 你說 什麼糾纏在一起都是什麼 就是 就是有上下起手 還是有在賭嗎 對 他女生會抵 還是他們兩個人 就跟他講混 沒有混 混 又不是在打工夫 還是他們兩個在搬餅 好 反正就是你來 有在擋就對了 你來我往 但是因為 他擋了二十分鐘就對了 對 過程中 所以是誰你來 誰是我往 都是男生來男生 好不好 他就是你來你往 然後呢 今天差別我怎麼會講到 這麼細節 然後因為 因為我跟我同學 真的是非常好 我們就是感情很好 我就會說 你在那邊擋來擋去 你要真的不舒服 你就走了 沒有 他就說 為什麼沒有運動 沒有 他應該只擋住 那個不舒服的地方 舒服的地方 他都沒擋對不對 不是 然後他說對 但是他 他也覺得很奇怪 第二次見面 然後重點 你要記住 他已經第一次戀愛 然後他 就是婚姻錄 就是跟老公的感情也不好 所以他是說他 他其實已經有生理反應了 懂嗎 所以 但是他又覺得說 這樣很奇怪 怎麼一個陌生 都沒有擋到 他都是在擋毛 然後對手都一直來 這樣子 他都被擋到 不然怎麼會舒服 好煩喔 然後後來他就說 因為高手嘛 他莫名其妙就全身已經被 卸光了這樣子 對 然後就 還可以繼續講下去嗎 然後他就說 就 就處理了 就處理了 結束後 我同學就傳給我說 其實他其實很 很激動 因為 你說結束後傳給你 他跟人家結束後 為什麼馬上傳給你 過一天吧 這裡面一定有貓膩 沒有啦 因為他跟我講很多他的故事 手怕焦 手怕焦 我以為傳給你是說 自我對不起你這樣 真的很煩耶 好 然後 因為我就會問 我就會說 到底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因為 還是一樣 他 這要不要講 就是他很久沒有這樣 了解 對 所以他就覺得 怎麼會一切來這麼快 這樣子 幸福來的太突然了 對 然後後來就是 所以我後面就可以加快了吧 就是說 後來就是也約 然後就慢慢 就已經變成 就都會 就幸福一直來了 就幸福一直來 一直來 然後後來大概就是 過了一兩個月 突然就是以前只要敲 都會回 然後後來就是越來越 沒回應 就老父老妻了 一兩個月老父老妻 老得快 然後因為你知道嗎 因為我同學已經有放感情了 所以他就會覺得說 你怎麼都不回了 還是回話都已經開始冷淡 然後那時候我還記得他也跑來找我 問我說你們男生到底在想什麼 因為他對男生是不理解的 因為他沒有過談感情的經驗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要問你 我就跟他很好 覺得你們是跟他同一路 他覺得你是女的就對了 還是說跟那個男的 因為他來我家 也會跟我老婆聊天 對 所以他就來問我 我就說他就渣男 我問你 我就跟他講一句話 你有沒有想過 有可能是那個男的車禍 不想要那個女的擔心 對 所以他很努力的 沒有 他後來還是有回 只是回的頻率 因為他女生 他因為他放感情 他就會說渣男 對啊 因為我怕我同學第一次放感情 他已經撩下去了 對 那我要幫他踩煞車 對 但是好 重點是 可能那個俄乌戰爭打起來 他可能臨時被吊去 但已經三年前的事情了 三年前不要說俄乌戰爭 那時候有什麼戰爭 然後後來就是 反正就是 後來是怎麼確定他是渣男的 有抓到嗎 沒有 有 在哪抓到 因為我同學就很喜歡他 然後他就剛好表演 然後我同學就默默的去了 然後呢 有別的女生送花 不是送花 他就在後台 就跟很多女生 也是這樣有點曖昧 然後最屌的是什麼 有個女生在台下直接幹狗他 說你這個愛情的騙子 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同學在旁邊想說 嗯 所以我照理講 我也應該是要去幹狗他的那一個人 對 類似這樣子 下面那個幹狗他 他那個男的反應是怎麼樣 裝傻 裝傻 觀眾那麼多 你幹狗我就幹狗 對啊 沒錯 我們下一次要推出專輯 就是這個名字 下一次 你是內行的 你怎麼知道我下一次專輯就是 愛情給騙子 我以為他要說 接下來就為您帶來這首 愛情給騙子 就這樣 好 第一次聽到人家點歌點這麼行 好 但是我跟你講 那天他就夢醒了就對了 沒有夢醒 因為我跟你講 女生投入感情 他沒有那麼快就拔出來了 他心裡面還是會有一絲絲的期待 他說是因為我騙了那個女的 什麼叫你騙了那個 他不是去那個女生說他是愛情的騙子 沒有啦 就是你知道嗎 一個感情他不可能說馬上好 那他也一直告訴自己說 不要再想他 不要再想他 可是還是會想 就是這樣 感情就是這樣 然後後來就要開導他 說你趕快去教別的聽歌 後來他就真的試著去跟別的聽歌的人 配對 就是出來吃飯 結果每個人都是高手 有遇到一個比較好的人嗎 沒有 當你心裡面一個人有重量的時候 其他人都擠不太進來了 就是這樣 好有哲理 真的 真的 然後後來他就是 然後他就跟我分享說 心心色色的人都有 很好笑 他說他有dating過20歲的 20歲 我說大學生你都可以當他媽的 對吧 40幾歲可以生20歲 可以啊 對啊 然後他就說 反正那個小朋友很積極 然後因為我同學長得也還算不錯 對 然後就是就約出來 然後他就問 很像那種世代間的對話 對 然後 而且現在小朋友很厲害 他就說 因為我同學不想騙他 對 他看起來不太像是一個有孩子的媽媽 但他就說 我有一個小孩 然後我也40幾了 然後他們就說 你怎麼看起來不太像 同學很開心 他說我40幾了 就是類似這樣 反而是說你也不太像你的年紀 對啊 我看起來50幾我知道 不是60幾 60幾有點扯好不好 我至少頭髮還是那麼豐盛 最多分60幾的時候頭髮這個樣子 好啦 好 但是我要講 剛剛那個只是情感上 沒有 講那個男大生 他就沒得繼續講 男大生 我記得有一個也是 比較像年輕的上班族 然後他自己有女朋友 但是他就擺明跟我同學說 他是要來約炮的 很多 他說非常多 那有那種 條件很好的 經濟條件好 社經地位好 但很無聊 也有那種 很有才華 但就長得真的是 真會下去那種的 但是我跟他講說 會這樣是因為 其實那個人的影子還在 他只是想要找個替代的 然後剛好又沒找到 對啊 所以 但是我要講回來 我們這集還是在講詐騙 他只是情感上 這集在講詐騙 我都忘記了 沒有 因為 他情感上是騙了我同學 我也以為是在講T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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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什麼講到Tinder 是因為Tinder上有很多詐騙 是 就是像剛剛布爾講的 他都會演說 我是 什麼 矽谷的 什麼投資長 然後Linking什麼都弄好 然後 吃得不好的 幸福投資長 有時間在台灣 有時間鳥你 對啊 我跟你講 那是我 我們不是TA 我剛剛就說 有一個心理學 就是我會覺得我是Lucky One 終於我是那個Lucky One 然後他 而且 你不要太小看詐騙的人 當你勾子稍微勾到一點 他就會一直把你拉近 夭壽 所以 有那種 我另外一個 也是高雄同學 真的是被騙前 而且也是從來沒見過 屌吧 然後我那個高雄同學 是我們 我那時候認為我們全班 最聰明 最有社會歷練的女生 那是怎麼被騙 就是 一樣 他是說他類似什麼軍官 還是什麼 哪個什麼鬼 外國人嗎 對啊 然後就聊 然後 外國人不會很累嗎 還要聊英文很累 我同學英文很好 好 然後重點 你們有聽過PUA嗎 有 Pick Up Master 好像是這樣子 Anyway 就約會專家 對 勾女生專家 調女生專家 沒有他們重點是會控制你 會控制你 我剛剛講就是這個 當你上線了 他就開始用各種技巧 心理學的技巧去控制你 可能一開始就是在嫌你 說你爛 偶爾誇獎你一下就很高興這樣 或者是他會先陪你聊 然後跟詐騙一樣 他會給你一些甜頭 比如說 我投資1萬塊 你就讓我賺5萬塊 我下次會不會壓100萬給你 他給你同學怎麼甜頭 其實他不太講 因為他其實很受傷 但是我知道他被騙了蠻多錢的 然後我們也嚇到說 他這麼精明的一個女生 我剛剛另外一個高雄同學 就看起來比較天真 但這個是很精明的 就是這個被騙 所以他被騙了以後 其實他有跟其他的 就是那些 我們說有個失婚婦女群 然後就聊天 然後後來另外一個 其實他說他以前被騙過 也是在庭德上 也是騙這種 也是外國軍官 反正就是外國的什麼鬼 或者是新竹竹科的什麼鬼 但是因為他常常駐外怎樣 他們都有他們的故事 他們的系統這樣子 然後我說PUA真的很強 就是因為在講的過程中 就像我那時候說創業 我被養套殺一樣 就是你會慢慢的一直走到 他的那一個局裡面 這個就是 我剛剛講一個聽的 你就聽著專家 我不是聽著專業的 我不是聽著專業 各位聽眾 整個我就完全都 我所有的聽的知識 真的都從他來的 我在這一集之前 我有跟他講過說 我可以講你這個詐騙 等一下 我上次上個禮拜 對 你說你要講你的 我想我要講說 我被詐騙 我講好久 你有剩10分鐘 你這事物看得好拖 好 我講一下 我上次的詐騙 真的是房不勝房 我就是之前就是 就是我在網路上 我也忘記 我是在Facebook 在哪裡買東西 然後反正因為 通常就久了到 就貨到付款 現在很多都是貨到付款 就寄到便利商店 你想說也比較 感覺好像比較保險一點 對 然後我訂了以後 覺得過一個禮拜 還會記得這個事情 對 到底寄來寄來 可是都一直都沒有 簡訊來 結果他就給我拖 兩個多禮拜 我覺得這個也是 他蠻減詐的地方 因為他大概就知道 你拖個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你可能 你也會忘記 然後過兩三禮拜 突然有一天 簡訊通知我說 他已經到了便利商店了 然後我就要去取貨 我就去 我就去7-11 我就說我電話到莫山馬 然後那個店員就說 有兩件 我想說兩件 為什麼兩件 我 他已經記憶已經模糊 我只記得 你有買 但是不知道幾件 但是買了什麼 你也忘了 已經有點忘了 然後多少錢也忘了 然後後來他就說 我說那多少錢 他說 2690多 我想說有那麼多 因為我印象中 我如果 這麼貴的東西 我不會隨便買 因為我如果要買的話 這種價錢 我應該會去店裡面買 去實體買 就是因為已經拖了 兩三個禮拜 我就忘記了 因為覺得說 好像如果我買了這個東西 沒有去跟他取貨 好像 漢家這個 好像不好意思 所以 後來居然就是去領了錢 3000塊給他 給他就拿了兩包東西回家 回家一打開第一包 回去 我有買這個東西 然後再打開第二包 靠原來是什麼東西 兩盒老鼠藥 兩盒老鼠藥 一千多少 一千九百三十塊 然後我想說 什麼時候 我問一杯怎麼可能買 老鼠藥 對不對 我現在又沒有老鼠 然後 因為我又是一個 感覺像是管委會 我又是一個怕 就是 我是一個對這個安全 對毒這種東西是很 你本來就有潔癖 所以我想說 趕快就把老鼠藥 就丟到垃圾桶去 我想說那個有毒 然後不小心 小孩子或誰亂開 或什麼 就丟 然後 但是 但就被騙19 然後 然後我本來還以為 我買的是193 因為我看到發票 一個是1900多 一個是600多 所以我還以為 是我買的東西 是1900多 結果不是 兩盒老鼠藥是690多 結果一看 靠 兩盒老鼠藥 1900多是兩盒老鼠藥 然後我就 但就發現被騙了 那老鼠也丟掉 然後後來我就 跟我就是 反正但你心情蠻不爽的 然後就是想跟我太太 反響 跟我太太講 希望說 我太太就得到一些安慰 就說 我說 我剛剛遇到詐騙 我太太說 什麼詐騙 我說就什麼 就貨到付款 1930 我們要買的 結果就兩盒老鼠藥這樣 我說可惡 然後我太太 我就說 那我太太說 你不要去退錢 他就很兇 在跟我說 還丟到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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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趕快 只要我去把他撈回來 把他撿出來這樣子 你真的要去退 然後後來就 又有太太那個發票 她就說 她說叫我 她去處理 我說那發票給她去處理 處理後來 看到發票上面有個條碼 可能是7月的條碼 就是說 你如果有這種 遇到這種詐騙的 你可以掃那個條碼 那7月還蠻進步 有這種東西這樣子 我就掃那個條碼 他就說這個提貨的 提貨單的號碼 什麼什麼 然後你的手機 然後他好像會 輸入不良大叔 300 然後我就輸入了 但是 後來呢 後來他就說 有一個什麼 號碼給我們 說什麼 你可以去查他處理的狀況 這樣 這個禮拜真的太忙 我真的太忙 因為這個是最近發生的事情 各位 我們今天因為是錄播 所以禮拜一 他講的時候 也才過4天 對 所以提醒我 我要回去查一下 他發生什麼時候 我覺得你這個資訊很好 就是如果你 這個其實有些時候 也不是我貪財 我也沒有要去貪心或幹什麼 我就是 就是你事多忙 然後記憶 有時候他就是用這種 故意拖個兩三個禮拜 你也忘記明白了 所以我就說他們對人性的 掌握很厲害 所以這樣子 我背後太太兇 這樣合理嗎 怎麼變這個 怎麼變這個 反轉了這麼快 對 這反轉得太快了 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是要我們幫他主持公道 怎麼貪心 我個人是覺得蠻合理的 加額外思心 下次你加額外思心 你太太說什麼話 來跟你說 厲害 總之 就要跟你講說 有些時候 也跟各位太太講 或是各位先生講 你的另外一半有時候 這種被詐騙 也不是他真的 因為貪心或做錯事 沒有啦 本來就是了 就是我說 那個 現金太多了 都沒有跟人家Line過 也沒有按過人家任何連結 就找得到 不要說什麼Tinder Tinder那個就是阿滋他們在玩的 我不知道 所以你看 兩顆老鼠一樣 但是我跟你講 這個真的很多 多到連Seven的人都知道 你這1980是比較大 1930 1930是比較大條的 像我拿到的都是兩三百的 然後因為我老婆 你有退嗎 我沒退啊 那你老婆就這樣 不是 你老婆知道嗎 你有跟你老婆坦誠 各位 不是我 我跟你講 不知道是誰 你兒子 我老婆 因為她在做烘焙 她超愛網購的 所以你現在是在抱怨 你太太一天到被騙 不是被騙 因為她都會說 你去幫我Seven拿個什麼 然後我哪知道她買了多少東西 她自己都忘記了 有時候就四五個包裹 所以你家也很多老鼠藥 對 我的不是老鼠藥 到底是什麼 也是一些很奇怪沒用的東西 對啦 什麼法式什麼鬼的 人家還是有放東西 阿滋這怎麼處理 有襪子嗎 你這麼多花襪子都是這樣子來的 都是因為 襪子是我自己買的 我以為都是 這樣一雙襪子要多貴 一雙三四百吧 哇塞 很敢花 真的 沒有 我就說這個花紋 你很敢穿這麼花 很敢花 沒有 但我意思是說 因為 這樣也可以 因為那個額度很小 但是如果你現在跟我講 我就知道如果可以少什麼條 就是它如果有一個這樣的東西 沒有 我現在就學到一件事情 以後我如果真的要貨到付款的話 我覺得我就會記錄下來說 我買了一個多少錢的東西 貨到付款 那只有一包 那我覺得 我下一次如果去取貨 他說我兩包 我會去檢查一下 我最近的貨到付款 可能就有一個固定在一個地方 把你最近 這個買貨到付款 這種都記錄下來 那你看說沒有 我當時我覺得1930 對 這樣就不會被騙 我覺得這個是 沒有 再來 我會建議大家 盡量不要在社群網路上 看到一頁式的網站點擊去買 因為我跟你講 各自真的都從那邊流的 你有沒有發現那種 廣告流量很大 按讚數很多 但點了他的粉絲專頁 只有幾十幾百個讚的那一種 那個就是臨時弄起來 他就是跑一波 聽起來像我們的粉絲專頁 沒有 我們粉絲專頁 他一直拿到你手機電話而已 他可以再轉給別人 所以你搞不好是因為買了A 那老鼠要 他拿到你手機電話 但是他沒有拿到你的地址 因為你貨到付款的時候 可是你寄到7-11 就是寄到那邊 所以我是說他 你今天買東西 如果只留電話號碼 他也只看到電話號碼而已 只到你貨到付款的話 你也不用給本名 因為是你要付了錢取貨 店員才要看你的身份證 對 但是你去取貨 其實我覺得手機早就已經 都流出去了 所以對我來講 就是說 有些時候我會覺得 會選擇付到付款 是因為我覺得 我好像這樣子比較安全 不要給我的本名 也不用給我自己家裡的地址 對啊 但是沒有想到 他會用這種手法 就是用老鼠要弄 我會比較習慣是去那種比較有 我連這兩盒老鼠要是真的 都不知道 因為我也沒有老鼠 沒有老鼠可以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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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真的你會比較開心的意思嗎 至少有拿到一顆 可以用的東西是不是 用在哪裡 我們家也沒老鼠 對啊 好 然後所以 因為時間關係 我覺得 其實詐騙還有很多種 很多種手法 我覺得如果有機會 你們可以去查一下 然後不要覺得說 講了這麼久才會 也有啦 講聽得 我有啊 講聽得 然後送到付款的 還有其實 那個借貸的 對 借貸的 然後還有很多是那種 讓你覺得你中獎的 或者是讓你覺得你要退款的 對吧 就是 幹 刷賽我已經刷錯了 還怎麼樣 他都會創造一些理由 然後 另外一次我遇到 那一次 靠 我覺得他真的還蠻厲害的 就是 因為我有一段時間 因為那個可能七八年前 那時候就是很多大陸這邊 像我上次講說北大 或是他們有多大學 會請我去演講 或是上海交道 所以我飛大陸 那時候還蠻常飛的 結果 就有一次 就接到一個電話 他打電話來 就有一個 大陸口音的 是嗎 就是大陸 就是那口音 有點特別的口音 然後就說什麼 他是 上海 徐滬 徐家惠 徐家惠 對 徐家惠 還是哪裡的警察局 然後說什麼 我的台胞證被人家冒用 創造恐懼 然後就說什麼 你這樣的話 可能之後就不能 不能飛大陸 他說叫我要報案 要處理這樣子 然後就 開始問我一些資料 然後後來他就 我幫你轉到公安局 然後就另外一個男生接 然後 Something like that 然後後來就 他跟我問資料的時候 我太太就在旁邊 然後我太太就說 你幹嘛跟他講 我太太就說 你一直接觸 然後就是 不要炸 我問他處理什麼 不要炸 然後我太太就覺得 那是詐騙 但是你還深信不疑 然後反正我就說 我就想要多了解 因為我也不確定 那是詐騙 通常多了解 就是那個勾子的開始 對 因為他無聊 想要跟他聊天 後來他跟我越講越多 你開始覺得怪怪的 我就覺得怪怪 後來我就覺得說 可能跟我太太講 一樣是詐騙 後來我就說 表示還是有聽老婆的話 後來我就沒有再跟他講 那我就覺得 他裝得還蠻像的 真的就從大陸 一定要像的 而且當你被套入那個情境 你就會越來越相信是真的 那一次還好沒有找得到 但是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現在看到很多 像我最近也看到好幾個 一些好朋友 可能是KOL 臉書帳號整個都不見了 他們基本上就是很多 被騙走了 就是反正 他先駭客你吧 不管是email或是訊息 大家都要注意 就是要讓你按連結的 對 他可以指入什麼 木馬城市什麼的 他就會說 什麼你的帳號 有喔 我朋友被勒索過 公司 甚至是厲害的是 他現在是假裝是Facebook 假裝Facebook 是跟你講說 你的Facebook帳號出了什麼問題 叫你去按什麼帳號 那最近超多的 按了一個連結 叫你去輸入一些資料 結果你就把你的一些帳號密碼給他 結果你的臉書帳號整個就被人家搶走了 對 所以反正現在記住一件事情 任何的連結都不要按 我現在連陌生電話都不會接 對 你會接嗎 如果那種打過來是很陌生的電話 對 我通常都不接電話 對 確實 所以你也是年輕人就對了 就陌生電話也不接 因為 因為有些時候 你幹嘛偷偷笑了一下 不是啦 因為有時候 有時候提神打電話來問一些問題 我又不好 所以有些時候 我根本現在是陌生電話不接 有一些手的電話也不接 比如說像我的電話是不是 說蘇養智 好 禮拜就會接 所以就是連結千萬不能隨便點 同意 只要是連結 不管是email來的 訊息來 講多嚴重的事情 都不要點 因為點了你就會 可能會中毒 不然就是你可能會 就是莫名其妙要輸入自己 各自就被騙這樣子 對 然後我覺得是 就 因為可是我覺得詐騙他無所不在 然後他 你知道嗎 尤其是 我們又有時候很忙 或者是怎麼樣 然後在那個當下 就被勾進去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詐騙這件事情 尤其是在網路上 或者是這種 包括我們說什麼假訊息 等等 但是我跟你講 我有個學生 他就在投資公司上班 然後 他就很喜歡 因為最近喜歡很多 那種投資詐騙 就是說 對啊 超多的 就LINE跟你講說什麼 他說 我們最近有一支股票 有一支股票 怎麼樣很厲害 然後我的學生 就每次都喜歡 跟這些人 就說 他就說 他說 人家跟他說 他這支 有一支股票 你意外漲停板什麼 然後他就問一些專業的問題 然後他就跟我說 哪有什麼 我今天已經賺了500萬 然後我說你想不想知道 反而是在詐騙說 你是投資什麼 反炸 反而他就這樣看 那我就對了 所以 你從事人是蠻顯的 不然 有些人就是覺得 這也蠻好玩的 對啊 所以 所以 已經算剩3分鐘還是什麼 已經結束了 已經超過過時過期了 總之今天非常謝謝阿智 讓我們 教會我們許多聽得上面的知識 對 這一集主要都是講聽得 也知道聽得上面的生態 對 怎麼後來講 然後從照片講到聽得 然後大家也可以 感謝我的高中同學 提供 先承認你同學就是你自己 對 真的是他 大家如果在 追蹤我聽得是不是 不是 大家如果在聽得上看到 蘇洋智不要懷疑 那就是他本人 他絕對不是詐騙 他是那個聽得上面的清流 他絕對不是在上面約怕 他只是想要交一些朋友而已 OK 所以大家以後看到 聽得上看阿智也不要覺得 他雖然是聽得界清流 但是有時候著流太多 他也不一定擋得住 好啦 好啦 那 今天 不想拿出說到這邊 謝謝大家 那希望大家多多注意 詐騙的各種消息 跟更新的方式 然後也讓身邊的人知道 我覺得要保護彼此 所以 聽得上看到阿智 就跟他打個招呼 不要 我早就沒有 他已經退出江湖了 他已經沒有在玩了 好 OK 那 各位我們就今天到這邊 晚安 富翔大叔 下次再見 拜拜